《 真女神轉生舞》 越來越接近發生日的《真女神轉生舞》 最新的預告影片又帶來了更多的系統介紹和主要角色介紹 《真女神轉生舞》是女神轉生系列正傳睽違多年的新作 被惡魔襲擊的主角和突然現身的神秘男子合體 成為能夠對抗惡魔的禁忌存在創皮 踏入秩序和混沌的戰爭之中 在新的預告影片中進一步曝光了部分重要角色的介紹 首先是主角的兩位朋友 敦田傑玄和泰仔一郎 都會成為使用惡魔召喚程式的召喚師 與主角一起守護東京的和平 但又有出現召喚犬型中魔與主角對峙的橋段 主角和朋友們終究會因為立場不同而反目嗎 而本作的女主角自野上多序 似乎也將因為某些原因與主角同行 她強大的通靈能力 或許將能夠成為故事中大戰的關鍵 但是身為人魔合體的創皮 似乎在秩序和混沌都不是很受歡迎 不只與混沌勢力為敵 也和秩序陣營的天使大打出手 新的預告片還揭露伯利特天使長亞必蝶 省問主角的鏡頭 除了混沌和天使陣營之外 一名所屬和目的皆不明的神秘強敵巴雲祥平 以及眾魔女窩擋在玩家面前 而且除了主角居然還有一名創皮後補 感覺主角站在哪邊都不對還一直被追殺 另外官方也同步公開了新作的成長系統 主角將可以跟複製了惡魔能力的靈體進行合體 藉此來改變自己和眾魔的技能和防禦屬性 旅途中會取得特殊貨幣、預言 在邪教的世界習得特殊的被動能力神秘 這些神秘的類型十分廣泛 從對話、戰鬥到惡魔和平等等用途都有 玩家可以使用這兩個新系統 盡情的強化自己的戰鬥力 究竟親友之間為何決裂 男女主角又為何獨自踏上旅程 另一個可以成為創皮的對象又是誰呢 善惡中立一切都不明瞭的答案 就在11 月11 日發售的真女神轉身舞 等著玩家親自體驗啦